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建赏两个饼 加搭加场上 干啥呢 你说 打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退狗下来 我擦你 别碰我 你通不服是不是 警察上场 我擦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乔磊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古镇奇谈的系列故事 今天要讲一个新故事 我们这个古镇奇谈的事 都是发生在古镇上的 而且都是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讲的 这故事发生在一场 阔别多年的高中同学的聚会上 组织这局的人叫齐向伟 大家都叫他伟哥 他的性格有些张扬 齐向伟的老婆叫罗倩 长得很漂亮 但这人小气 嫉妒心很强 罗倩有一表妹叫罗颖 这个罗颖 就是用老百姓的话来讲 这个牙齿长得不太好 所以经常受到罗倩的排挤 老拿人家这点缺陷开玩笑 来参加聚会的都有谁 有一个伟哥的跟班 毛志强 毛志强这个人长得有瘦 说不太好听的话 尖嘴猴腮的 大家都叫他毛猴 高中毕业之后就一直跟着齐向伟 现在当上了度假村保安队的队长 万峰这人胆子特别小 大家都叫他耗子 不过虽然胆小 但是学习很客户 在这几个人当中 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就是他 今年医科大学刚刚毕业 原本同学会 大家伙在一块聊聊 老朋友见面 高兴 拿喝酒唱歌 可是这时候有人不经意当中 就提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死去多年的老同学 这就让聚会的气氛 顿时间变得有点恐怖起来 十多年来 他们一直讳莫如神的秘密 也似乎正在一点一点的展现出来 而随后更加恐怖的事情 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四位 你们先把 这个土地的传装 它以后是我的 给大家荣重的介绍一下 马猴 现在是咱们度假山庄的保安队队长 多少 管几个人 好歹是个罐 这杯酒 我得敬 好 一学院的高材生 下喜红什么呢 现在这些会 天上掉了一块砖 十个人都打死九个高材生 对 马猴说 对 我这个 什么都不算 我告诉你们一个惊天大秘密啊 他 曾经暗恋过 不是你 也不是你 他是 伟哥 你瞎说什么呢 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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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小姨子 阿谦姐夫 确实挺难为行 好啊 我还开门 为什么写的一本是正信呢 我告诉你 你妈那种写的可肉麻烦 看着我 到时是脸红心跳 妈 七十八 我觉着 白影啊 应该只有暗恋的份 老公 我才放你下巴 你当时心里头是不是偷人乐呢 我说宝贝 你也知道老公喜欢美女 你说他当时那个样子 那个样子 谁会喜欢一只兔子 美哥 美哥 我也在哪 美哥 那当初你还喜欢董晓菱呢 要不是因为他拒绝了你 你恨他 你能跟我姐在一起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 没有 太没规矩了 这是什么日子 你替他死人干什么呀 我为什么不能替他 事实就是如此 姐夫他当年就是喜欢董晓菱 太亲了 我 奇相伟 根本就没听事 你别提起来 没想到 伟哥竟然暗议过董晓菱 是啊 这算一算 董晓菱 死了也大概 快十年了吧 对 这个女孩这么坚强 她怎么可能无有无的就制杀呢 行了 现在说那些有什么意思呢 罗颜 我想你心里头应该挺明白的 从小你就是我的根屁虫 是我家的 住我家的 你花了我家多少钱 你心里头明白 现在什么时候 现在是你感恩戴德的时候 而不是站在这跟我讲嘴 没错 那个时候我是故意在讨好你 因为我想让你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我 可是你呢 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 哎呀 别吵了 两姐妹 有什么好吵的 你看 你看你们一个罗颜 一个罗颖 颜颖 颜颖 多美 就是啊 美 她美过吗 你 来 来 来 别走 哎 同学 别走啊 跑回到后面了 马 看 伟哥 来了 来了 你开始 来 来 来 你说你都办了些什么事 高兴 你以为我能不能算账 哎 诸位 听我说啊 我们在这吃完了之后 然后就去度假村的KTV唱到天亮 好 快寥 快 快 快 不是 不是 你去哪儿了 不是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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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恨你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闹 救命 哪有哪 你真是想想 救命 喊着浩子 救命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命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喝多了出现幻觉了吧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的看见董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管他 别管他 我们接着玩 继续玩 你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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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到我屋里 用我的电脑下机 Christie AUDIENCE DOUBT 下一个门 好嘞 《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嘞 星天啊 bright light 起立起来 走哥 他吓得这么娘了 还不如个娘了 What the fuck 怎么这瓶子 你贏了 怎么会是 董小林 董小林 我了不起你了 我让你在老世界前 告诉我 看我今天怎么教识你 董小林 我自己不就说 这董小林怎么可能 我她不希望 温热 温热 关了 关了呀 我不能过来 董小林 关不了啊 怎么过不了 出去看看 出快点 大家先回去休息 好了 猫儿 我问你 这怎么怎么回事 东晓菱死了之后 这视频不是给删除了吗 我是删除了啊 你的新电脑里压根也没存 怎么会这样呢 人生 浩子 他不是说看到东晓菱了吗 会不会是东晓菱的鬼魂 对 我真的看到他了 毕竟是我们害死东晓菱的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我们害死了他 是他自己自杀的 可是 是你非要教训他 如果我们不打他 不羞辱他 可能他也不会挑割 是他先惹的我 谁让他在老师面前够我装 害了我 被我爸趁着打死 爸 你别叫我爸 这是学校 你应该叫我向哪 太说话了 居然考试作弊 让同学到的班主任那程 你好好讲 你应该叫他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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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叫我 你应该叫他 你应该叫他 我打你了 都咬零 靠我 撞 他敢在老师面前 跟我们倩姐的撞 倩姐 你能好好教训教训他 戳出这股恶气 说 你怎么才能交给他 还不能让老师同学发现 特别是不能让我爸知道 不然我爸给你把我打死 这简单 把他遇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一顿暴揍 你说得容易 谁去约去 谁能把他约出来 伟哥 倩姐 毛虎哥 我爸 事情是他先瞧起来的 我们几个只是教训了他一下 他自己想不开翘和自杀了 怎么能怪我们呢 好了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现在这些视频 已经被同学们看了 十年前的事 肯定是保不住了 我告诉你们 他妈不相信什么鬼啊神啊 各位哥 我真的看到我真的闭嘴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有谁动了手脚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 可能是我帮你整理 修电脑的时候 把原文件都恢复了 什么 然后 不小心 就一起考到了新电脑里 你说你 干什么你 打什么打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真不知道你在北京说话 你就是我们家的一条狗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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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滚 rylic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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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以前是不是喜欢过这个冬小凉 我问你话哪道说呀 哎呀我说姑奶奶呀 这么多年前的事了 再说一个死人你提她干什么 秀 她这么看来你还真喜欢过她呀 行那我问你问题 如果她还活着 你选她还是选我 回答 现在就得回答 你无无聊 我哪无聊 我这问题可有意义的 那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别想着跑 如果冬小凉还活着的话 你会不会跟她结婚 快点回答啊 坦白从宽靠女从原 靠 我的房卡在忙好呢 我得去要 行行行你少在这给我打岔 回答问题快点的 哎呀胡奶奶呀 行我就告诉你 我的答案就是 干嘛呀你讨厌 进去洗个澡 我等你 我越来越来越讨厌 我越来越讨厌 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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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啊 那睡到我床上来了 起来 我问你 今天那书 是不是你弄的 问你话呢 我说仨数啊 三 你说我治不了你 是吧 哎呀 哥哥让你睡 你去睡就睡 行不行 起来不起来 你干嘛 起不起来 你干嘛呢 啊 王侯这小子 现在胆子越来越大 嘿 你看 我睡再尝尝 赶紧把他喊起来 睡我们床上干嘛呀 我说刚换了衣服 人家得洗澡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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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起来 你把他喊子烦你了 赶紧走走走走 赶紧走 走啊 哈哈 哈哈 怎么了 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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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别吓我啊 啊 是不是 只是晕过去了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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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叫我啊 呀 你下手那么重干嘛 你把她捂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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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完了完了完了 这要办吗 这怎么办啊 你都说句话呀你 你着什么急 我不是想办法吗 干脆这样 都家村后边有个山里 我爸就把它扔台 他要是别人分析他来了怎么办 他一个孤儿没爹没娘的 要不是这一年我养着他 他早都被饿死了 谁问他 那翻衣 翻衣被别人发现了 他怎么办 你放心那个地方是个老坟底 没人去不会发现的 天哪 快点快点 谁 谁啊 伟哥 不好意思 是我 我是耗子 耗子 啥事啊 我都睡了 是这样的 现在都快两点了 猫猴一直都没回来 他手机也拉到屋里了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他今晚回不回来啊 我给他留门 我派猫猴出去办点事 可能回来也很晚了 回来了也是住职工寝室 你就甭管了 你早点回去睡吧 那行 那我回去了 伟哥 我要不把手机给你吧 你碰到猫猴你要转交给他 那行 你拿给我 伟哥给 辛苦你了啊 没事 那伟哥 那我先走了 先回去了 行 那你在这儿回去休息 伟哥 倩姐 你们也早晚休息 aqui 我们下次回了 速写 快 快 走 infant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你害怕吗? 别说话,站会儿去 快点儿 老公,你能不能快点儿啊? 我害怕,我左女人有双眼睛能盯着我们呢? 我说你能不能别再吓自己了 不是,老公,我是真害怕 那边就是董小林的坟 真害怕 别说话,别说话 手伸个点儿 走 行吧 老公 差不多了 走 老公 手机模糊的手机 你走吧 老公 不想能不能换一件房间 我不想住那天 我害怕 先让我静一静 我也不是走了吗 你去住在那个屋 好吧 就这么定了 我回去房间看一下 看看有什么遗漏的东西没有 你 那你快会找我 去房间等我啊 如果你不想让我去找你 那就请你到天台来找着我 老公 手机 手机模糊的手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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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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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 哥 对不起 您拨他的电话在手里接听 已经稍后再拨 这要是不是明天上班啊 这真想在这多玩两天 玩什么玩呀 哪有心情玩呀 不是昨天晚上 我一晚上的董小林 我感觉他好像还活着一样 你别吓唬我 我呀 当年董小林的死啊 确实是个谜 我觉得吧 跟昨天那个事关 小米 你们真是 要走啊 对啊 哎呀 我们也想多玩两天 但明天都得上班呢 这脸色不太好 要不去看医生啊 没事 估计是昨天晚上喝多了 没休息好 你们几个看见伟哥没有啊 没有 没有 哎 你们两个不是一直在一块吗 嗯 一开始是在一块来着 不过后来他突然有事就就走了 现在没回来呢 嗨 他一个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啊 就是啊 别太担心了啊 走不来了 走不来了 走吧 我送送你们啊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医师傅 麻烦你了 把他们几个送出去 哎呀 今天走不了了了吗 啊 为什么走不了了 哎呀 有个超载的大货车 把前面那个桥压垮了 今天都出去不到了咱 是我您想想办法吧 我们今天必须得走了 你们都认个样子了 只有安心的等到去了嘛 反正那个桥压 整天的枪休 最多年就好了 哎老婆娘 我都先走了啊 辛苦你了 医师傅 那我们现在只有跟领导请假了哟 对啊 既然走不了了 那就安心的玩两天 行 那就玩两天吧 走 我说呀 伟哥就是命好 别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伟哥只需要站在他老爸的肩膀上就行 就是 咱们这些人啊 玩拼爹的游戏 一出生就注定输了 哎呀 行了 你能解释 没有 命好的 还有我们倩姐 大了一个又高又帅又浅 什么 是个人 是人 老公 伟哥 老公 老公 你怎么在这 别吓我啊 老公 小敏你别晃了 别晃了 我来 这是怎么样 小敏 还有机甲有救 我打120 我打 打什么120 现在哪来的机 我去看我的事 小敏你看看他点 好 大家来 把我把他扶起来 大夫 他的伤到底严不严重 会不会有什么内伤啊 怎么到现在都没醒呢 别担心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不碍事的 昏迷只是虚脱和惊吓造成的 哎 醒了 醒了 老公 大夫 他现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吧 没事 再观察休息一下 有什么事就叫我 行 谢谢 谢谢 哥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躺在草丛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走楼上摔下来了 你说你大半夜的不跟倩姐在一起 跑出去干嘛呀 倩姐都担心了你一晚上 找了你一晚上 那个 大家看 现在伟哥也醒了 大家心里头也都放心了 要不然 大家会先回去休息 我留下来照顾伟哥 行吧 那我们先回 行 那我们先走吧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行 放心吧 走吧 我送到你们 还有那个桥通了 你就立马通知我们 对 放心吧 我已经问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啊 老公 昨晚上跑哪去了 把我给担心死了 哎呀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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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晚上被人从楼下给推下来了 这推下来 我现在能躺到这儿 算是我命大 要不是那棵大树 我操玩完了 那你没事 你去楼顶干嘛呀 毛猴叫我上去的 毛猴 肯定不是毛猴 是有人拿了毛猴的手机给我发了信息 但是毛猴的手机已经跟着毛猴被我们给埋了呀 难道是我们没毛猴的事情被人给发现了 还有 昨天我在楼上 看见了董小莲的裙子 董小莲 老公 那天 浩子说他看见董小莲就受伤了 会不会真的是董小莲的鬼屋回来复仇来了 那我好好想想 老公 你看会不会是这样的啊 先是浩子说看见董小莲受伤了 然后毛猴让我们莫名其妙的给捂死了 会不会是董小莲借我们的手把毛猴给杀了 然后把你从路上推下来 当年那群人里都现在只剩下我和罗颖没事了 罗颖又先走了 他现在会不会要对我家手了 罗颖 罗颖 昨天是罗颖第一个提起了董小莲的 然后毛说了一些话 伤了他的祖尊心 接着我也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然后他就第一个离开了 罗颖是第一个离开的 那你的意思是 喂 妈妈 喂 婶婶 我 我还在山庄呢 怎么了 罗颖颖 罗颖那昨晚就回去了 什么 罗颖到现在都没回家 手机也打不通 婶婶 你先别着急 没准儿 他是在路上有什么事给耽搁了 一会儿就回家了呢 你再等等 好 老公 你说的没错 罗颖 绝对是他 昨天晚上 他就故意找茬借机离开 躲到我们山庄里头 伺机报复 裙子只有女生能穿 是他 绝对是他 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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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罗颖 还有裙子 干嘛呀你 走 你这儿没搞门呢 由于女人同学 这些时间获胖 情况时好时坏 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有限 也只能转到分门监护室才能维持 怎么样 他身份查清楚了没有 确许他的与你说 昨晚九点多 打捞起来的时候 当时他身上 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中 医生 麻烦你们 一定要努力抢救他 我们会的 咱们快进去 干嘛呀你干嘛 我上去看罗颖 说不得了 你没看到警察也在旁边吗 如果你上去认罗颖 警察问你 我和他是什么关系 那我们的事情不就爆了吗 事情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呀 我们刚才还在怀疑罗颖 现在罗颖成了第一个被害的人了 就在这儿 昨天晚上那个红裙子就挂在这儿 而且我敢确定 就是东小林当年穿的那样红裙子 老公 那 那条裙子 现在在哪儿呢 在哪儿 在哪儿 老公 Data 小鬼 绝对有鬼 绝对你都要连到快回来 不说来了怎么办 怎么办 就带我再大げ的 我还一定要想一想 大家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曾经对董小林实施了 拘禁殴打和欺凌 这些行为 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38条 非法拘禁他人 或者以其他的方法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众处罚 当年参与绑架和殴打 董小林的主谋之一齐向伟 以前胆很大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 诡异事情之后 也陷入到了恐惧当中 那么接下来 还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呢 我们现在怕的不是董小林 而是警察 小林 你等着我 我会永远陪着你的 救救你了 救救我 到底是谁想害我 你一定是董小林 董小林要回支撒了 正面重上 我去向他表达 小林 莫非真的是董小林 回来复仇了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咱们明天见 咱们明天见 咱们晚天 晚天 咱们晚天 咱们晚天 咱们晚天